民心建信 他以前的概念就是 民心建信之後 就是成佛了 但是經過你解釋之後 民心建信之後 才是開始修道的一個開始 修道的一個開始 你這樣可以再把這個 再詳細再講一次 講一下 什麼民心建信 然後再重複再講一次 因為我們 修道就是修心 修憲 那我們假如說 心性都不明 心性都不明 要修什麼 就沒有內容 所以我們就是要先 民心要先建信 民心建信 一熬 我們才開始 修道 才知道要修心 要修憲 那我們一般 對這個 明心建信 都把他認為他很高 不知道呢 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我們都是在用 用這個心線 像我們看東西 我們見到什麼東西 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那個都是我們的心 不是眼睛 是心 心知道 所以明心很容易 那我們了解 這個一般的觀念 講到說 你明心建信就成佛了 那個程度的明心的心 那個程度的明心的心 是我們不生不妹的心 跟我們剛開始 這個 了解研究的那個心 又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開始 這個要了解 這個狀態 那個心是 功能作用 就是我們 這個佛性的功能作用 它發揮出來 然後讓我們 都能夠寥寥分明 所以那個心 大部分都是死於生妹 死於世心 可是我們要從 這個世心先著手 先認識他 然後知道以後 然後我們再深入 更深入的去 了解他的層次 因為我們一個心 它變化很大 從不生不妹的心 然後一直深入到 我們的法性 我們先從生妹的心 了解 然後進入不生不妹 進入不生不妹以後 又進入到法性 然後進入到法性以後 連那個法性 也不能住 也不能死 我們心一有所住 我們決心就枉了 就沒有 所以 我們開始的時候 先了解這個心性 比較屬於初步的一個階段 也比較粗的念頭 那性的話 心是我們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那個心 明心就很容易 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桌子 我們坐就是椅子 這個為什麼知道 心知道 所以明心很容易 然後見性 我們所見的這個性 這個事先就要了解 性在作用 性 它就在作用 在我們眼睛叫看 耳朵叫聽 鼻子叫穩 秀穩 然後呢 我們這個身體叫感覺 意念叫思想 這個都是性的作用 那我們先了解這個作用 它都是由本性而發 所以我們見性 就從見這個作用開始 然後深入到 無形無相的本體 是這樣 我們已經 為什麼有這些作用 眼睛為什麼能看 耳朵為什麼能貼 鼻子為什麼能秀文 那個之一個 就是我們本性 所以你要從 先從這個能夠 我們著手的地方 著手 然後才深入 那麼深入以後 我們了解到 不變的本體 然後再回過來 看我們那個作用 那作用 發生作用以後 它就只有剩下一個 一個作用 所以發出來作用 以後就沒了 那你回歸到本體 它就有妙用 就可以萬用 所以回歸到不變的本體 它可以生發萬用 可是生發了一種以後 只有一個作用 那我們不能在作用上面 把它認為是我的本性 把作用認成本性 把作用認成本性 變成我們修道人的通病 我們都認為 那個就是我們的心 結果錯認 錯認 認錯了 所以我們要回歸到 不變之體 不能在隨言之用上面 去著意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在 隨言之用上面 我們把它認為那個隨言之用 就是我們的心 就是本體 這樣就抽 就是插在這裡 可是往往這樣子分辨 好像分辨不太出來 要怎樣去分辨 我們大概是用比較能夠 讓我們熟悉的一些文字 說用不生不滅的心來修 不生不滅的道 那不生不滅的道就是佛 那不生不滅的心是因 佛是果 因果要一致 那我們用生滅的心 想達到不生不滅的佛 那因果不一致 因果不一致不會成 好像我們種了那個絲瓜 你想這個生出來是冬瓜 那不可能 你種絲瓜生出來一定絲瓜 所以因果要一致 要一致才會成道 那我們要了解到 生滅的心跟不生不滅的心 它是同體 可是兩滅 不生不滅是本體 生滅是作用 是隨眼之用 那我們要了解它只有一體 所以你了解到生滅了 你了解到生滅了 你就會知道不生不滅 因為生滅的所有功能作用 都是不生不滅提供 那你假如說沒有不生不滅 這個生滅就沒有作用 你能夠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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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我们要抓不生不昧本体 那不生不昧本体因为它不变 所以没有形象 那没有形象的不生不昧 我们就要用没有形象的 那个智慧来找来抓 生昧的心 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昧的心 为什么会有作用 就是不生不昧 无形的不生不昧 在支撑 发挥它的那个动力 那我们只要都离开生昧的形象 我们就已经回归到不生不昧 所以才叫离向灵火 离开形象就叫火 那我们众生都住相 都在形象上面 就在生昧的形象上面 因为生昧我们容易看到 生活中所接触的都是生昧 所以我们就住相 住相就是众生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灾了 能力找到 我们就吃飞了 我们就看了